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我跟你有夫妻相 其实当年我们也差点做了夫妻 只可惜天意弄人 一定是我没这个福分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 对了 你不知道我有个儿子吗 是吗 他叫世玉 今年已经十九岁了 日子过得可真快 都十九年了 这小子什么都不学 就学他娘整天胡闹 赶紧他回来 我让他见见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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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方夫人讲 你在杭州开了一斤绸短庄是不是 那是个小生意 我在广东是做私仇生意的 到了杭州的就多开了一间店 不管怎么样 熟门熟路的总是比较有把握 方大哥 雨停了 你不用送我了 没关系 反正这个也快到了 方大哥 你还像以前一样 这么有礼数 你太夸奖了 其实 夫妻两个人 如果勤劳一点的话 任何事情商量得来 两餐无忧 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真的不想什么大富大贵 方大哥 我到了 你不用送了 你还是早点回去 照顾你家夫人吧 好 那我走了 多喝一点嘛 不要走 不要走 多喝点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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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夫人 请喝茶 谢谢 宝妈 你也喝 谢谢 谢谢 夫人 您来看我已经好开心了 又何必再破费呢 这花不了多少钱的 我刚才来的时候 看了这些东西 你可能会用得着 就顺手买来给你 拿着凉水空空的来吗 夫人 我去买点帘子 老爷接个晚上要吃莲子羹 你去吧 去吧 别打扰我们聊天了 宝妈 慢走 坐啊 坐啊 你跟我们老爷呢 是青梅竹马的 那跟我呢 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所以大家都是自己人 不要客气哦 笑什么 我在笑 方大哥为人这么古怪 却娶了你这么一个活泼的妻子 我在想 你们的性格刚好互补不足啊 好哎 好哎 终于有人说出真心话来了 只有你认识他几十年了 才敢说出来 你知不知道 他平常在家就是 你给我站着 不准去 哇 吓死我了 就是没有人敢说他呀 雷夫人你也怕他吗 什么夫人哪 你叫我花姐就行了 我可真是怕了他了 老实说这样不准 那样不准 这样不行 那样不行 方大哥有这么大的 头段中要打理 也难怪他会紧张的 那他在外面紧张就行了嘛 回到家里面呢 就应该放轻松了呀 一定要放松才行的呀 这个样子呢 那才叫做情绪呀 他呀 才不懂呢 方大哥 他是不是经常不回家啊 那倒是哦 他真的是很忙的 他一早一晚呢 都要到铺子里去 幸亏呀 他这么忙 要不然呢 他早也骂我 晚点骂我 我得被他烦死了 身边那有个人烦一烦 也挺好的 不像我 身边连个人都没有 孙晴啊 你可不要怪花姐 心知口快啊 这么多年以来 你都没找到一个 可以照顾你的人吗 哪有那么容易 更何况 我还嫁过人呢 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看那孙晴这个情况啊 真是很凄凉呀 他老公啊 死得还真早 这就不用说了 最惨的就是啊 过去是大富大贵的 可是现在呢 就粗茶淡饭 比起他来呢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了 你啊 简直是人中凤啊 有一个亲一百善的老公 是吗 还一个乖乖听话的儿子 是真的 不是吧 其实呢 要是我现在就死了 我这辈子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哎呀 你可别早死啊 还没气死老爷呢 你找死啊 可是呢 唯一的一个遗憾呢 就是我那个不定性的老爹啊 哎 成天的不知道飘到哪去了 哎 糟了 我答应胡贵钱去看他爹的呀 喂喂 机房怎么去啊 刚走过头 反回头 反回头 反回头去 哎呀 都是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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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谁见你多管心事啊 哎呀 谁见你 谁见你 哎呀 对呀 周老爹 周老爹 你没事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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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哪 这么多人打一个 还欺负这么大年纪的人 是不是想死了 哎呀 哎呀 唐总 女人有这么好的功夫 也算是少见 你又是谁呀 这只是小城大戒 记得 以后别多管闲事了 走 走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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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打完人前走 站住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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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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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刚才打你的那几个人 哎呀 是什么人呢 啊 是机房的工友啊 哇 工友都这么凶啊 你欠他们多少钱呢 哎呀 哎呀 他们同时也是 万马堂堂堂主求万千的手下 那天晚上啊 我工作到深夜 看见他们三个人 偷偷了把染好的布料 交给一个人 快点 快快快快 快呀 快点 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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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这儿找你啊 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行了 老板老板 厂房里边偷布啊 啊 你说的是真的啊 是真的啊 我亲眼所见啊 老板啊 非常生气 于是 就痛骂了他们一顿 同时 把他们赶走了 他们三个啊 就对我怀恨在心 于是 请了九万千 出来帮忙啊 哼 哪有这样的 还有没有王法 把我苗旧话当成什么了 方夫人 他会凶 我不会凶啊 方夫人 您要上哪去啊 您要上万马堂啊 可千万不能去啊 那求万千 是杭州恶霸 他手下 他养着一大军大手 专门欺善怕恶 你道不过他们呢 哎呀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自己多事啊 我没说要去万马堂啊 我呢 只是想去给你换杯水而已啊 方夫人 你要是真的出点什么事 我怎么向方老爷交代呢 我早说了不去了嘛 一个女人能够做什么呢 我这个人呢 他一生气气来就会呱呱呱的叫了 像你说呢 万马堂有这么多的人 我哪有胆子去呢 你好好地休息吧 彭幕 什么事啊 那个是女人来啦 什么女人呀 打王们的女人啊 完 我不是叫什么女人 我叫苗翠花 从来没有人有胆擅长我万马堂 何况还是个女的 废话少说 我还赶回家去做饭呢 你 正如你的手下偷鸡摸狗还打上了胡老爹 你说怎么摆平 那你想怎么摆平 赔商药费咯 要多少 什么耗脸 你这个万马堂这么有气势 叫你赔少了呢 你也不好看 你摆两 还有啊 叫这几个 点胡老爹七茶向他叩头道歉 还有 不准动他一根头发 像你这样有这么好功夫的女人很少见 不过 像你这样爱管闲事的女人就更少了 赔是不赔啊 一百两太少了 这样吧 我叫人替他做技 之后呢 再赔付棺材山地给他 你觉得怎么样 那就是没什么好说的了 好 多少砸器 武林剑法 还打不打了 这叫小臣大戒 记住 以后要是再敢欺善怕恶 我就一把火烧了你的万马堂 堂主 还不快扶我起来 是 堂主 那个臭婆娘是干什么的 她就是穷华会馆方德的老婆 也就是打死了老虎的方世玉的亲娘 不过方世玉已经死了 哪个方德 那个方德是个生意人 不过不会武功 做什么生意的 他在杭州开了一间 德龙绸缎庄 对 德龙绸缎庄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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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店让人给咱 好 怎么回事 是万马堂的人做的 他们还说夫人以后别再这么多事 要不然一把火把咱们电烧了 又是翠花惹的货 真是交而不善 那到底做了什么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叫你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以前你惹了这么多麻烦 难道你还不怕吗 我这不叫惹是生非 是他们些事事横行的 世间上有多少事事横行的人 你管得了吗 雷人王 雷老虎 李小桓 他们父女俩 不都是事事横行的吗 结果又怎么样 世玉不差点让你给害死了 世玉现在死了吗 你还打岔 好 我不说话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雷老爹他就是知道什么叫正义感 他才会揭发那中宝私囊的人出来 他呀 一个大字都不是 他也知道什么叫做正义感 我苗翠花 还在是认得出几个字的 难道我不应该出于正义感 替雷老爹出头吗 你还敢说你自己念过书 那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父道人家 一个女人学家去踢馆 强和体统啊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个男人怕事 所以我们这些父道人家才会出马的 不是怕事 是不想惹事 练武之人 就应该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难道 看见他们打伤了胡老爹 我也该视若无睹吗 不是视若无睹 是习事宁人 你把胡老爹接回来 好好地养伤 再对胡老爹找份差事 怨离那群人 不就成了吗 学人家去替什么管呢 就不这样的习事宁人 这这样的缩头乌龟 你骂我缩头乌龟 我是说错了话了 可是我没有做错事情 到现在还不认错 你为什么老是要骂我 你能不能够有一次 跟我站在同一阵间 可不可以 简直是言之无误 我不跟你说了 为什么老是要骂我呢 我也没有做错什么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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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纳哥 别打了 别打我了 别打了 方大哥 刚才我的绸弹庄 看见你这么生气 我真的怕你会气坏身子 又怕你会回家说你的夫人 所以 我想过来劝劝你 可是 这么晚了 我又怕不方便 所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站在你们家门口了 你怎么会这么傻呢 方大哥 你们有怪夫人吧 为什么她不可以心平气和地 去跟人家理论呢 为什么她一定要跟人家动手动脚呢 方大哥 你千万别这么说 夫人是喜欢打抱不平 只是 只是用的手段强烈了一点而已 我方格每天跟人家讲道理 为什么偏偏娶了一个 这么不明事理的老婆 为什么就不能让我 安安静恿地过日子呢 方大哥 你千万不要生气啊 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如果翠花能像你一样 天天待在家里边 做些针线活 那多好 这都是我的错 那个时候我们青梅竹马 你也不嫌弃我 我也是非你不嫁的 可是 可是到最后 还是我辜负了你 这不关你的事吗 但是 要不是我辜负了你 你当时娶的应该是我 要不然 你现在也不会这么不开心了 父母之命难违 其实当时 你也是行事阻力 才令嫁他人吧 这也没什么好怨的 我应该坚持啊 如果坚持不嫁给李吉的话 我爹 我爹也不会逼我的 其实 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 已经没什么办法可以补救了 老爷 老爷 你怎么才回来 你去哪了 胡大叔 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 挖马堂 怎么又是他 老爷 我是喜事宁人了 可是人家不一定肯呢 方夫人 小丽 怎么回事啊 这位是 这是慧琴的爹 被万马堂的人打成这个样子 万马堂 我老爹怎么会得罪了万马堂的人 万马堂可是杭州的恶霸 小丽 你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没什么事 我知道方夫人你回来了 原本想来看看你 还有 就是想问问我们小姐的情况 她说她上少林寺去看你们 一走几个月了 音讯全无 我真的很为她担心 你放心吧 她很好 现在还在九连山呢 大夫 胡大叔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伤得很重 虽然保住了性命 可能会终身瘫痪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没别的办法了 我就给他抓点药去 我老爹是不是很痛啊 求万千 站住 夫人 我们不要再去忍万马堂 我们忍不起他们的 你们全都看见了 那些人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我还是不去 我还是不是人呢 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门 以后就不要再回来 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 你不是说收了我 就是让我不要再回来了 夫人啊 欧气的事以后再说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胡老爹的情况 能够通知给慧前呢 对啊 方夫人 他毕竟是胡慧前的爹 究竟该怎么办 还是让胡慧前自己做主比较好 是啊 夫人 还不快去叫人耸心 哦 我没教过你这一招 你怎么会的 我也不知道啊 这核桃怎么来 我就怎么接 好 接得好 比天资聪明难得一见 家已时日 说不定能够悟出武学心境界 另立门户自成一家 师父 怎么你从来没这样说过我呢 你啊 根本就不喜欢学武 从你平时书语练功就知道 怎么会呢 师父 我很用功的 你歇一会儿再练吧 是 师父 是 师父 哦 你有麻烦了 你变了 你以前啊 不敢这样跟师父说话的 是吗 我变了 那我以前是怎么样的 是 师父 好的 师父 我哪有这样啊 你以前很斯文的 一定是士玉教坏了你 不是 是你把我教坏了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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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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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婶 你小羊好可爱哦 是啊 你看多好 这是专程给你送来的呀 送给我 嗯 我不吃荤的 我吃我吃 哎 这个是母羊 以后啊给你挤奶喝 哇 好棒啊 有羊奶喝 哎 贺大婶 你为什么不留给自己呢 哎呀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报答救命之恩咯 是啊 你对我们母子的恩情 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呀 好了 好了 我明白了 那我就留下她 谢谢你 好 好 那你把它放在哪儿 不用了 给我就行了 我待会儿给她洗澡 那好 那我走了 再见啊 再见 哎 小羊 你叫什么名字啊 取什么名字好呢 哎 永春 永春 哎 笑笑你 快去练功吧 师父就快出来了 走吧 永春 走吧 去洗澡了 嗯 小羊乖 小羊 帮你洗澡哦 洗干净之后啊 带你去散步好不好啊 哎 小羊 快去啊 小羊 别跑啊 小羊 别跑啊 小羊 别跑啊 不要动 你真是一个学武奇才 竟然给你误出一套自创马步 潜阳马 潜阳马 我们平时所练的是四瓶大马 就是这样的 一来女人练起来不太方便 二来 你去 这四瓶大马起脚的时候 身形也会移动 所以让敌人有足够的时间去防范 是潜阳马就不同了 习惯 又是我 是永春创的吗 当然是你 这个就是潜阳马的优点 它可以保持身形 腰 膝盖 脚后跟 在最短的时间出其不意地起发弓 所以就算对方夹紧防范 但是这一脚可是无声无息 防顾身防 假以实意 就算是不扎潜阳马 走到对方的面前 踢到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师父 永春啊 这个马步是你创的 取个名字吧 我 直接点 就叫 永春马 应该叫羊羊马 不妥 这招是以骑士为主 我觉得应该叫骑巧马 不好 人家有四瓶大马 那我们永春创的呢 应该叫二字前羊马 二字前羊马 好 就叫二字前羊马 恭喜你永春 创了这个新招式 谢谢师父 不用谢我 他日日闭肠大气 好自为之 永春姑娘 他日有的出息 师父的恩情不能忘 更不可以忘记西关 名字是他替你取的 少爷 除三 你为什么会来这儿 不是爹娘出了什么事吧 我是送信给胡少爷的 胡少爷 胡会贤 我什么时候变成少爷了 看信吧 少爷 师父 请恩准弟子下山 回杭州 看我爹 胡会贤 你得有方德和苗翠花照顾 你何必急于下山呢 求万千打伤我爹 我一定要下山找他 替我爹出这口气 不可以 但进入我们少林门墙 一定要闯过十八同人镇 才可以离开 还要闯十八同人镇 现在我爹变成残废了 求万千还逍遥法万 此乃是少林百年似规 我不跟你说了 师父 请恩准弟子下山 我求求你 善哉 善哉 少林百年似规 岂能为你而破戒 师父 我又不是不回来 我只不过是回家看看我爹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求师父安住弟子下山 我求求你师父 我求求你师父 挺好 少林寺不是你说来就来 你要走就走的 如果我一定要走呢 如果你一定要走 你马上就会被逐出少林寺 好 那我就不当少林弟子了 不为钱 你爹终身残废 你就是你爹所有的希望 你这样半途而废 回去怎么跟你爹交代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博弥陀佛 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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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寺规也不外惠人情 你为什么 你们是不是想责怪本寺 不尽人情 是不是 师父 你不让慧琴下山 一定有你的道理 请师父明示 少林寺 岂是无情之地 老纳刚才见胡慧琴的样子 大有下山报仇的意图 可是他的武功 你们应该很清楚 胡慧琴贸然要下山 我用十八统人阵阻止他 有什么不对呢 你是要本座无情 还是要他摆得去送死 慧琴 不要乱来 不要乱我 慧琴 慧琴 师父跟智能师叔他们 就是他们说什么我也不听 反正我一定要下山 谁挡我 我就打谁 快点 你要去哪 你忘了我们兄弟说过 有不同向有奈同当 万代与公网 你记得就给我坐下 给我坐下 你听我说 那个叫求万千的 是杭州的恶霸 也是万马堂的堂主 他的武功跟势力 绝不会低的 要不然 方夫人早就把他送官查办了 现在连方夫人都没有办法 就别你现在的武功 就算加上我跟施玉两个 也不一定可以打赢他 就算不去报仇 我要去见我爹 见你爹 见你爹有的是机会 问题是你不会报仇吗 在这里任何一个人 都会忍不住的 那这个仇就不要报了 不是不报 是要等 等 等到什么时候啊 等到打出十八同仁阵 只要闯过去了 区区一个求万千 又算得了什么 闯 有这么容易吗 慧琴 你的心情我了解 可是你别忘了 你身边还有一班好兄弟 我们不会坐视不理的 对 我们是好兄弟 还有我方氏玉 还有我三的和尚 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的 没错 从今天起 我们陪你勤加苦练 到时候一定可以闯出十八同仁阵 对 您快点出十八同仁阵 不要手下留情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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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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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旗 打 要人在找 要决在手 你只是臂是没用的 每一个阵法都有缺口 你一定要攻 和小心留意缺口 才能够真正的闯出关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 明白明白 明白 明白 住手 唯秦 我问你明不明白我说的话 你说明白 我问你听清楚我的话了吗 你说清楚 其实你是连理论不到我的话 以你的资质 别说打十八同仁阵 连一个普通阵法 你也没把冲播 因为你的心没想过要练功 你的心只想着下山 如果你不能打赢你的心魔 你怎么去打同仁阵呢 你自己想先处罚 再来 再来 如果你不能打赢你的心魔 你怎么去打同仁阵呢 我不练了 这样立了什么时候 立了什么时候 会钱 已经半个月了 会钱的进度如何 比起方氏玉和洪西关 不为钱的资质本来就有所不及 竟又急功求成 欲速不达 我看也很难了 方氏玉经历了生死之劫 洪西关 历经了秦关之苦 现在 又轮到胡会前了 他们三个人天性至纯 对生命充满了执着和热爱 奈何命运又向他们挑战 不知道 他们三个人 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 我不能再等 我不能再等 是 西关 我一定要试试 我一定要试试 我一会儿 一会儿 我一会儿 你能够会发生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你会儿 你能够记住 我一会儿 你能够帅他 你能够帅子 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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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让